我养殖户朋友反映 草结过长 牛羊不爱吃 另外不容易消化 今天专门给大家出个视频 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咱今天就用青草 一会儿参加豆腐 给大家打成饲料颗粒 看看效果如何 这是咱刚采回来的青草 用剪刀 用剪刀给它剪一下 现在我用这个 用咱这个 豆粕 这个是豆粕 大家可以看到 豆粕 摘咱这个青草 刚剪好的青草 拌一下 然后现在给大家开机 看下打开的颗粒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用这种办法 自己在家就能加工 而且经过70度高温杀菌 牛羊猪马更容易消化 更喜欢吃 还不容易浪费 这样的养殖成本会更低 所以养殖并不难 找对方法是关键 赞好看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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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